2014 第17届亚洲运动会 于9月19日到10月4日 在韩国仁川举办 为了增加民众对亚运的认知与关心 借由台湾参加亚运 毕甲子历史回顾巡慧特展 宣导我国这60年来的艰辛 以及感动的历程 剪菜 展览特别选于专门培训体育好手的国立体育大学 以及国附金人馆举行 场内聚集了不少大力支持台湾国手培训之单会代表 与想一赌国手风采的民众 这次的展览就是针对台湾从1954年开始参加亚洲的运动会 一直到今年2014年 刚好是一甲子60周年 不仅是这次参赛亚运的整个选手 做一个介绍 同时也针对台湾历届在参加亚运会 有特别值得重要的一些事迹 还有得牌的这些选手 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文物的介绍 参与亚运一甲子在国务纪念馆展出 有它时代的意义 从我们年轻的一代已经慢慢去克服 我相信透过这个展会告诉我们的国人 说我们的国人是很优秀的 展览特别邀请 当时得到台湾亚运第一面金牌的得主 蔡成福先生 以及亚运铁人吴阿明 惊喜亚运国手与此相会 相当振奋人心 那我们这些新的选手 看到他们都听过名字 但第一次看到他们人 看到他们带来的金牌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选手都非常的感动 也得到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体育署在台湾运动发展领域内 扮演重要的角色 近期积极的培训挖掘 使得火国与国际上的竞技成绩如虎添翼 国际排名不断的上升 能够获得每一面奖牌 背后都有非常动人的故事 那今天这样做 其实是有传承的意义 从60年前到今天 我们的选手在国际品牌上 都能够在舞台上 能够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实力 台湾在韩国人川亚运40个会员国里 排名第九门 参聚的项目几乎样样夺牌 让国人倍感荣幸 也让政府对于人才培训 有更大的信心 这次总共获得的金牌银牌铜牌 分别是10面18面还有23面 总共是51面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两位相当年轻的后起之秀 分别于这次韩国人川亚运 精彩夺得女子49公斤 和男子63公斤两面铜牌 每天训练虽然都很累 不过练那么久台拳 然后比赛也快接近了 所以不能就这样放弃 就是每天咬着牙 想说我的目标快要接近了 也不能放弃这样 都很艰辛 但是到最后都撑过了 然后也得了奖牌 也是自己期望中的奖牌 所以就是觉得很开心 亚运举办前 有六个月至一年 甚至两年的时间 开始争选国手 而国立体育大学 最基本的用够 便是将竞技导向的选手 培养具备国手的资格 接着就进入国训中心 接受特训 在整个过程里面 国际竞技都非常非常地 挑战很大 也非常地限时 如果你没有用 最先进的一些方法 在训练选手 你到最顶尖的舞台上 你要在刹那之间 最后一刻 拿到最后的胜利 都非常困难 除了数课训练 也严格监督学科的专业 培养良好的品德 以及健康的生活态度 让台湾选手 带着优质的体育精神 走向世界 希望台湾新的一代 也能够具备运动竞技 健康休闲的素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